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25日 已經是星期五 繼續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這次來到柏林 主要是 聯絡多些在海外的民運人士 其實 海外的民運 除了華人 其實有一批很堅實的反共人士 包括 藏民 其實藏民 大家也知道 達拉拉麻出走了之後 一大批的西藏人 跟著他們去到印度 我們 認識了一些 藏人的朋友 當然 遺族的朋友 蒙古的朋友 我們也有認識 這次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聯合他們 因為 只是靠香港人的力量 其實真的不夠 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覺得我們輸了 不想再提 除了不想再提之外 覺得 覺得很多中間 因為太多不堪的人出現 很多不堪的事 不堪的人 令到 人們覺得心灰意難 西藏的朋友 他就安慰我 他說 大家真的不用灰心 我們已經是第二代 甚至乎有些第三代 因為59年 跟著達賴出走的 其實那批已經 大部分死了 除了達賴還是很健康 然後 達賴的下一代 他們已經發展到第二代 第三代 他們告訴我 他們的艱苦環境很辛苦 因為 他們是一個封閉的社會 突然間要流亡 他們一點準備都沒有 除了有少量的乾糧之外 很多文盲 很多不懂字 不要說英文 語言方面溝通不了 而且 他們在雪山上面居住 他們在雪山上面居住 到了西藏 到了印度 達蘭薩拉 他們現在的首輔 在西藏流亡的政府 首輔在達蘭薩拉 我們也認識了一些來自達蘭薩拉的官員 有些代表 他們說他們當時的環境很慘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死了很多人 因為印度很多細菌也有疾病 他們在雪山上沒有細菌 天然的環境 結果下去 大量的人死亡 好 很容易才能捱到過去 慢慢發展起來 現在西藏流亡政府 他們本身已經有 自衛隊 有一隊軍隊 也是有一個 很完整的政府 其實就等於有一個政府 我覺得 香港人也值得 要學習的 維族也一樣 大家有聽過 世界維吾爾大會 中共強硬地定為恐怖組織 他們的領袖叫葉比亞 在新疆的一位女富豪 出走了 出走了之後 就成立了維吾爾大會 他們在倫敦也有一個辦事處 很大規模 在 我記得看到 每個地方的抗議人潮之中 即是對抗擊中共 一群藏人 一群遺族 一群蒙古人 實際上他們也很堅實 當然 人數 當然不多 畢竟他們人數不多 好像在英國也有幾千個藏人 他們一集起來 其實也不少 在美國也是 藏人在海外的力量 其實也不少 而且他們很團結 我覺得香港人 絕對比藏人多很多 在英國 在英國一定比西藏的人 或者比遺族的人一定多很多 問題就是 我們怎麼去 使得香港人有信心呢 有抗爭的理念 很多人來了英國之後 覺得我們有自由啦 有民主啦 甚至乎BNO可以有投票權 我們就是英國人 我們不想再來香港了 畢竟 大家的心 其實還是在想香港的嘛 當然認識了 今天也跟另一位 南蒙古 自治政府的 一位朋友就認識了 他們告訴我們 面對中共的屠殺 他們死了很多人 而且 中共封鎖消息 對於蒙古 即是內蒙 即是內蒙 他們叫南蒙古 那種信息的封鎖 很少人知道真相 我有看過的 所以我知道很慘 他們有來人檔案 即是來人檔案 是被人 殘酷的迫害 分開了很多個階段的迫害 手段也很殘酷 對於新疆的集中營 對於 內蒙對於南蒙古的語言的迫害 種族的滅絕 根本就是 不讓你用你的語言 你打算 教這個蒙古文他不讓你用 在新疆不讓你用遺族的語言 不讓你用特權語 逼你用漢語 逼你學普通話 當然也有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才能夠跟西藏的朋友 跟 維吾爾族的朋友 跟蒙古的朋友 可以用普通話溝通 如果 他們都不懂的 各自用這個語言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溝通 當然 語言 是其中一個媒介 但是他們也很希望他們可以 保持他們的文化 好像香港的朋友大家也知道 我們 除了面對 721、831那些真正的暴力的迫害之外 暴力的鎮壓 我們也受到軟性的暴力 例如 現在很多 新一代或者新移民 特意來扣起你香港人 你看到很多小朋友說普通話 又或者 在學校裏面 說廣東話會被人舉報 逼你講普通話 要唱國歌 要升國旗 這些實際上都是一種種族滅絕 要消滅我們的語言 廣州已經很慘了 我們認識廣州朋友的話 真的很唏噓 小朋友每個都說普通話的 全部都好像撩頭一樣 不懂說廣東話 在廣州的人 不懂說廣東話 你想想多慘了 他根本就要把你們的獨有文化消滅 他要跟 基本上他們就像以前的殖民者一樣 把你們同化一樣 所以 在面對如此艱難的環境 我們 真的只能夠 找多些我們海外的盟友去團結一致 去 進行一些聯絡 進行一些聯盟 不然我們的力量很容易被人打散 說起這個統一 什麼達一統 我覺得這些 其實是中共特意用來互弄百姓的 大家看看歐洲 其實不錯 小國寡民 北歐每個地方都是幾百萬人口 人家生活不錯 自由又有民主 福利又好 經濟又不錯 撇除了很悶之外 或者 到了冬天也看不到陽光 這些是地理環境 就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問題 你會看到 一個國家越大 其實對於民眾就越慘 他們對於民眾的那種迫害壓兵就越大力 人口少的國家 反而你會看到人民就越幸福 所以 根本就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國家 我覺得 你看到 人家根本就不是同一個民族 你看到西藏好 蒙古好 人家是有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文化 關你甚麼事 為甚麼要壓迫人家 歐洲多好 荷蘭 荷蘭 他自己的語言 你看到瑞士 奧地利 瑞士講德文也可以 講法文也可以 奧地利也是講德文 德國有沒有打算 以前有 現在有沒有打算吞併他 沒有 美國旁邊就是 加拿大 沒有邊界的 加拿大也沒有甚麼軍隊 為甚麼美國不吞併他 沒有甚麼需要 你看到 歐洲有很多小國 德國裏面有一個 列支敦士登 德國有沒有打算吞併他 沒有的 根本就不會有的 安道爾 法羅群島 這些比較小的國家 人家生活過得很好 會不會怕被人侵略 當然不會啦 烏克蘭就會被俄羅斯的國家侵略 所以 俄羅斯是世界公敵 應該將瓦解 將瓦解 割成幾百份 每個國土的面積就小小的 好像勞金斯克 頓涅茨克 差不多 每個國家都是 小小的 這樣 你就不會作惡了 如果不是 就會有獨裁者作惡了 中國 就是這樣 當他擁有了無限的資源 統治了很大一片的土地 他就會撞亂 想出去 是侵略人家 所以 這個 說回 那種思維 我覺得大家應該打破 這種大一統的思維 很多人也有這種 覺得我們是要統一 統一是甚麼好 你看春秋戰國 八家齊放 八家爭命不好嗎 有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制度 大家可以 這個國家不要去下國的國家 歐洲是一樣的 歐洲幾十個國家 你覺得他們現在會打仗嗎 除了俄羅斯 最大的威脅就是俄羅斯 還有一些親俄的 好像是匈牙利的國家 其他的 挺好 挺和平 香港人實際上要對抗中共那麼龐大的邪惡政權 真的要 找多些盟友才行 只是靠自己單鬥獨鬥 是真的很容易 是被逐國擊破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過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